目前我们的动画都是很对称的嘛 就是直直上直下 我们现在来再增加一些他的变化 我们落下的时候 我们这是Loop动画嘛 我们这里最常接触的时候是正的 我们先让我们来增加他一些变化 我们要想要Rotation让他走向一点 不一样 好 Rotation G I ZKey Rotation 我们 轴心我们就只有做Rotation就好 ShiftD ShiftD 好 我们在一开始初始的位置我希望他 有点角度 让他有点歪歪的 ShiftD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落下的时候 他回到 接近这里的时候已经接近正的嘛 我们这里 ShiftD 我们的角度让他依然是歪的 这里 弯蹲 这里像这里 如果歪的下来他的缓冲的方向 就不会完全正的 所以我们到他 正几的时候我们在也是让他 起过来 这会有点角度的 然后弹起来 弹起来 挤压起来 因为作用力 反作用力 所以 他拉上 拉上的时候不会是完全正的上去 他这里会有点过头 那我们这里让他 有点 转 点过头回来 这是我们对的正面嘛 好再来我们加上 侧边的角度 这用Local 好 我们这里落下的时候 之前我希望他有点养头的感觉 养头 我们这直接复制到最后一个 养头 养头 落下 这里都是养头吗 我们这里因为刚才有锁key 我们这也是在 有点养 一点 然后蹲下 往前倾 增加点往前倾 动态 这样子的话 他其实就增加一些不对称性 让他 动感更多一点 像这里 我们拉伸这里 往上拉伸前 我们这里让他 缓冲也是那些缓冲的感觉 往前倾一点 然后我们头尾的角度我们再做大一点 去比较低 比较低格 好像这样我们 增加他一点 活泼的感觉 在眼睛眼睛这里 刚刚之前眼睛 key我们就说整体吗 我们可以帮他 眼睛 key我们让他再多一点变化 开 local 我们让他 中间 不要眼睛也不要完全的对称 那增加一点 不一样的 的角度 因为其实眼睛不可能是完全 都是 完全正的嘛 当然 可爱的角色我们是可以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去 在 中间 眼睛在 一点点位移 有一点点落差 落下 这里 去 然后角度有点角度上的变化 这些是小细节 对